有很多人都觉得艺人这个职业 叫做异于常人 因为他们的身材总是可以忽胖 马上又可以忽瘦 像是在演艺圈有堪称 减肥达人之称的潘伟伯 他说他今年在五月的时候 他最胖来到他人生巅峰93公斤 但没有想到他到七月才两个月的时间 他的体重可以直接下降到 一个月十公斤 对 他怎么瘦的呢 他说他餐前一定会喝100cc的水 一天要喝2000cc 然后除了要上健身房去训练之外 他的餐餐通通都是水煮餐 而且没有淀粉 只要吃到不饿他就停下来 所以也就是说他的每一餐 大概都是500卡以下 就维持生命迹象而已 对 不到两个月时间 真的瘦了20公斤 再来这位演员他更厉害了 他是邓超 他为了要拍戏他必须要先增胖 他原本大概是72公斤 他要在三个月内体重要增加10公斤 要训练出这个肌肉 他怎么吃呢 他说这三个月内他吃了30几餐的火锅 40几次的宵夜 所以增胖的10公斤你看 减肥之前他肌肉是非常大的 但是因为这个细菌 他必须要在短时间之内再瘦20公斤 所以他说他要连续15天 每餐都只摄取800大卡 他说他吃最少的是什么 一天只吃两颗鸡蛋就没了 就没有再进食了 他两个月内急瘦了20公斤 你会发现他瘦了之后 胸膚变得非常的明显 但也因为短时间过瘦的情况之下 他说他在片场晕厥过6次 因为血糖太低了 其实我们讲过很多 急速减重的一个后果 欣美 但是我们讲一个 你说急速减重还可能造成 心血管疾病上升 不是胖子才会吗 有研究发现 控制稳定体重 跟快速下降快速上升 相比死亡率 心血管疾病 中风率都不一样 这个还是一个蛮有名的研究 在NEJM 做了大概一万多个人 他就统计说 如果今天这个人 他在问诊里头 他曾经有过这种 所谓的溜溜球效益 就是瘦了可能10公斤 再胖了10公斤 跟你的体重 一直都可能在一个中间的状态中 死亡率 心血管疾病 中风率高出两倍 甚至当你在这个 我们说减重已经成功了 我们都建议你鼓励就稳定在这里 因为有些人他就会觉得 既然我减重成功 我来大吃吧 瞬间体重都全部上去 急剧体重上升的人 他会发现他的心血管 死亡风险高了124% 他的心血管发生率高了117% 中风率高了136% 所以其实当你在做减重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个恒心 是我下去我就不要再上 第二件事情就是快速受伸 其实刚刚提到的 你会看到的都还只是冰山的一角 就是已经晕了 或者是有一些小症状 我们有时候医疗院所 我们是会看到一些数字 真的会蛮害怕 我之前有一个病人 大家都知道减重应该等于健康 对不对 所以那个女孩子走进来的时候 她不是因为减重 但是我看着她 整个变轻瘦 所以她在做慢性疾病的追踪 我就觉得 我一定会看到一张很漂亮的成品 因为她看起来就 目视就少了10公斤 所以我就先说 很开心 一打开 她的胆固醇 正常人大概240以下 就算是正 比较可以接受 她的指数从过去的200多 变成380 怎么会变高 直接多了将近两倍 那我看到的时候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 我想说 怎么会跟你的体重减重 这么健康的事情 怎么会突然产生这么大的反差 疑问之下 她当时做了一种 可能朋友有在做 所以她就跟着做了一种减重法 结合两种 一种叫做高肉饮食 一种叫高油饮食 她就只吃肉 跟只吃动物性的油脂 结果这样子 大概只做了3个月时间 就真的瘦了10公斤 虽然瘦得外观很漂亮 整个心血管的胆固醇指数 就直接的告诉你 胆固醇完全超标 这个生酮饮食有点像 有点像 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你非常快速的瘦身 跟瘦又上去 其实都是不好的 那至于什么样的瘦身 是医生至少对我来讲认为的快速 我们以一个月做单位 其实一个月 如果你两周瘦一公斤 或一两公斤 也就是一个月瘦四公斤 我觉得OK 所以如果你一个月回顾起来 你瘦四公斤 其实还算是健康的 也就是说 假设今天我以一周做单位 会建议一周的减重目标 是0.5到1公斤 一旦你超过了 就要很小心 有可能你体重瘦太快 你的方式过度激烈 你身体可能就会开始抗云了 那瘦太快 到底对身体有哪些影响 周一志 对 瘦太快对我们身体的影响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热量过低 那热量过低 连带着你的营养 营养素就会过低 蛋白质也会太少 那我们知道说我们身体 什么叫基础代谢 大家一定要有个正确观点 基础代谢就是说 你完全不吃不喝 躺在床上 躺在床上 躺二十四小时 你也要用掉的热量 维持你生命机器 维持你的体温 你体温要热热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重大的四大器官 脑心肝肾 要维持正常运作 都要热量 要至少要一千两百大卡 他们会受成这样的话 一定是要低于一千两百大卡 那就会造成 大家心机上面看到这几个问题 就是说因为热量过低 蛋白质过少的时候 你身上的肌肉 蛋白质会耗损 那耗损之后 你的代谢就会变差 所以你看 你一旦恢复一点正常的饮食 你就快速复胖 然后你整个身体的代谢 就是很像机器 车子本来是运作很正常 这样整个都凉下来 代谢整个变差 再来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 你那个白血球 淋发球 抗体 都是要蛋白质 你蛋白质不够 你这些免疫力就变差 你会发现你很容易生病 很容易感 那像现在新冠肺炎 刚刚有提到说怎么样 对 要保持好的抵抗命免疫力 就是不能过度快速的减重 再来一个 什么肝肾肠胃功能 我跟你讲 不只是肝肾肠胃功能 我们刚刚讲心脏跟脑部 都会变差对不对 因为蛋白质不够 身体一定要把这个功能降下来 它才能活命 不然还是一样正常运作 它就死掉了 对 再来皮肤变差 头发容易掉 这个也是会发生的 因为这些分裂很快的细胞 得不到充分的养分 就无法完蛋 但是我 对 我这边跟大家讲一个 这个讲的还不是最严重的 最严重的是吧 还不是最严重的 会死亡 对 你知道吗 南美洲在十几年前 曾经有乌拉圭的模特儿 为了维持纤细的身材 对不对 三个月只吃蜗蜴 只喝剑鱼可乐 结果最后是什么 心脏衰竭死掉 对 所以说要喝可口可乐 不能喝这一颗 不能喝这一颗的 然后有含糖 对 另外一个巴西的女儿 也是这样 她就是以前大家提过 吃苹果跟番茄减肥 对 也是一样 三个月以后 三个月以后 骨质疏松 坐轮椅 对 才有点死掉 是 所以千万不要减肥过快 对 所以我们维持身体的 基本的机能 还是需要一定的热量 没错 你定于那个热量 其实就在损化你的身体而已 是 而且我们常常在形容胖子 都会说 这是一个白白胖胖的胖子 对 其实对于中医来讲 胖子不只是白色 还有其他颜色 对 也就是说我们中医讲 叫旺诊 对不对 那那个病人进来的时候 我们要看一下 到底什么脸色 那所以说通常来讲 那个白色的 刚刚我如提到的 那白色就是一种气虚 气虚 那你知道它蓬蓬的 那都是很多的水 对 然后还有一些痰湿 那通常这类的人 也比较什么 容易怕冷 对 也是阳虚的一个表现 所以这类病人 我们通常会给他吃一点什么 比如说那个红枣 然后这个艺人 这些 那一定要运动 因为要甩水 所以这些部分 白色的人 还是要配合运动 但是千万的 要吃对食物 那当然就是我们的 这个黑色的 那黑色的 你知道这个脸色黑之外 它还有很多地方是黑的 包括我们的什么 颈部后面 腋下 腹骨沟 还有什么 肚脐这边 这附近 都是黑色 叫黑色脊皮症 那这种也是糖尿病的候选人 那所以这类的人通常我们会什么 要给他活血 化瘀 因为黑黑的颜色很难看 所以我们要给他吃一些什么 比如说单身 山药 这些的 那当然还是要运动 还有什么 配合生活作息的一个调整 这个很重要 那黄胖子 他知道 中医来讲 这个黄色的脸 那跟那个青的 那都是跟我们的什么 这个脾胃 还有干 有关系 所以在这个部分 通常就是什么 它会很容易脾类之外 它那个皮肤 脸色 还有那个肉都是松松的 那这一类的人 我们通常会给他吃一点什么 要多吃一下 可以让我们去湿的 那这也是一种皮须 然后我们叫说 湿比较多的人 通常我们要给他吃一点 这个除了给他吃一点 四神汤可以吃吧 然后之外 还要给他吃一点 像我们中医可能叫小柴虎汤 那如果是青菜的话 我们要给他吃 多一点那个绿色的青菜 这个很重要 那最后一个红色的 常常会看到 红胖子 红胖子 大概门诊的时候 大概这一类的人 你不要说什么 讲话要小心 为什么 他很容易激怒 会生气 生气 会打人 对 生气 然后声音很大 对 很声音 你讲什么 这个意思 这个脸 对不对 那血压大概都高 所以这一类的人 那个身高 血压高 血糖高 这是这一类的人 所以脸色很红 那他通常都是 年纪稍微大一点的 那甚至于有时候 这是什么 吃好 然后做 一直在那边做的 这一类的人 所以这一类的人 我们还是要建议他 可以吃起来什么 比较清热的 然后给绿水的 所以像白萝卜 红萝卜 这些的 那刚刚说的那些 花椰菜 还有一些什么 这个我们中医的 这个黑木耳 白木耳 都很适合他 尤其是黑木耳 他可以帮助他 这个代谢我们身体的 这些不好的脂质 可以 所以以后不要叫人家死胖子 对 要看他什么颜色 看他什么颜色 对 我觉得胖的人 最重要的还是要多运动 不是可以维持我们身体 今天还是对健康有帮助的 稍微有个运动 只要五分钟 就可以帮我们立刻流汗 好 没错 今天教大家五分钟 快速减脂流汗 其实非常简单 你要快速 那当然就是全身上下的关节 肌肉你都要动到 你不能只有这样动动 二头肌 举一举 你就想要快速染指 那今天家人教大家 波速球的染指动作 但如果你家里 你没有波速球 没有关系 我们拿一个枕头也可以做 这个叫波速球 波速球 对 那就是半圆球 它原本是一颗球 把它砍一半 那应该训练你的 不稳定的动作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先做热身 我们可以先手插腰 很简单 然后就先这样 轻轻地点球 有没有 好 你轻松地热身 你的膝盖之后 好 那我们就要加快速度 这样有点跳起来 越来越快 像跑那样 踢踏舞的概念 那你再记得 身体在踢的时候 不要往后仰 越往后仰 你的腰的压力就越大 越大 再加这个做完 可以先做十下 有没有 好 十下完 那你说家里 没有波速球怎么做呢 你用这个枕头也一样 手插腰去点 这样踩过还能睡吗 当然是要脱鞋子 好不好 一样 有一个高度给大家 然后让大家知道 你的核心 大腿需要出力 好 做完你的热身动作之后 那我们就接下来 做第二个 大家已经想说 怎么可能那么简单 对不对 好 我们就把波速球 反过来 然后我们先做 波速球的示范 我们手先抓这两边 好 脚往后 好 我们先做一个 伏地挺身 胸口碰一下 这太难了吧 碰一下之后 跳回来 再回来一个深蹲姿势 然后再脚跟手 一起往上动 有点像剥笔跳 是不是 对 有点像剥笔跳的感觉 对 你全身关节就动到 而且你还是有重量的 我们再做一次 深蹲 放下 跳一下 伏地挺身 然后再跳回来 再把它往上举 这个其实你不用跳起来 你只要轻轻往上举就可以 那你在家里 你说家里没有波速球 我们就有枕头来做 一样可以 要放在胸口前 好 先做什么 深蹲 大腿出力 手撑地 往后跳 这个时候核心出力 接下来到上肢出力 好 碰到之后推起来 再往上跳 OK 这样就结束 你在家可以做五到十下 是 连续循环五分钟 包准大家非常的喘 对 因为我发现它已经在喘了 对 有一点点 这动作真的很累 其实很多人减肥就不敢吃淀粉 会改吃水果来减肥 可是有人吃水果就说里面果糖很多 所以反而会越吃越胖 但是如果用对方法 吃水果还是可以减肥的 我们广告之后来告诉你 我是江坤俊医师 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请记得按赞订阅 加上开启小铃铛 就能及时收到我们的最新影片 呢 好